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前 小丹的右腿被诊断患血管瘤 越来越粗 越来越沉 就像大象腿一般 瘦小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其重量 在家的日子里 小丹更多时间里 只能躺在床上或者钻进妈妈怀里 医生说 小丹这种情况无法做肿瘤 切除及截肢手术 会有生命危险 并说医学上已经无法采取有效治疗方案 五年里 小丹母亲罗奇梅和丈夫带着小丹辗转求医 花了十几万 却不见好转 原本贫困的家庭 早已负债累累 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高万费 因为没钱 又找不到合适的医院 小丹被父母带回家中 任由其腿渐渐变粗 接下来临死亡 尽管医生说血管流是一种很难事 罗奇梅一家人都不想放弃 只要存有一丝希望 他们都会想一切办法给女儿治病 然而现实不得不让罗奇梅和赵吉如面对 一方面没钱 一方面还没找到能够治疗的医院 罗奇梅想上学 想和小朋友一起玩耍 和小朋友够找到治疗的办法 能够站起来 他那么可爱 他才五岁 他这边没人给юсь是用了 苏黎洞吧 还没人帮助 这边没人帮助 再来我们下一次 再来我们下一次